哈囉大家好我是洪志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然後也跟大家來了解一下慈悲這兩個字 怎麼樣去認識他 那就是有一個大師他在求道的過程 然後就經過一個村莊 那這個村莊裡面有一個怪人 就是他大家都在說這個人很好玩 就是他眼睛看不到 是一個盲人是一個瞎子 但是他出門尤其是晚上 會帶著一個燈籠 所以這個大師就很好奇 盲人拿燈籠 會不會是假裝的 那就在晚上的時候 在遠遠的地方就看到一個燈 看到一團光這樣過來 真的就見到了這一位 這位盲人 那就走過去就問他 這位朋友啊 為什麼你 你是真的看不到嗎 為什麼你晚上 你既然都瞎了 為什麼你晚上出門還要打一個燈籠 那這個盲人呢 就告訴這位大師 大師 就是我真的就看不到 從小到大到目前 但是他曾聽說 好像太陽下山之後 這個 這個 大家會看不清楚 就是晚上會比較看不清楚 會很像跟我一樣 這個世界就變黑暗的 就看不到 嗯 所以我覺得我出門要打一個燈籠 讓大家看得到 所以這個大師就問啊 喔 原來你打燈籠是為了讓別人看得到 OK喔 故事到這邊你有沒有覺得 這位 嗯 瞎子大哥 很有慈悲心 對不對 還沒結束 所以 這個 大師就問他 你打燈籠是為了別人啊 讓別人看得到路是不是 那這位大哥說 不是 我打燈籠是為了讓別人看見我 因為 你有沒有被別人在晚上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撞到你 這個大師說 有啊 剛剛來 在等你的時候 就有一兩個人這樣 神色匆匆 然後不小心就稍微擦撞一下 喔 那這個 瞎子大哥就說 可是我從來沒有過 因為別人看得到我 OK喔 所以 這個故事事實上給我滿大的一個啟示啊 也就是說 你 就是 慈悲這兩個字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做到讓 就是 就是 苦了自己啊 不用 不用做到那種 犧牲的狀態 或是 完全捨棄自我的狀態 詞這個字有趣啊 中國字上面是一個知嘛 下面是一個心啊 知 就是 你要去知會所有人 照顧所有人 看見所有人的心嘛 就是 不能只有看見自己啊 對不對 OK OK喔 然後呢 悲耶 悲是一個非啊 一個心 也就是說 他現在的行為 或是他現在 你遇到的狀況 實際狀況 他並不是本質喔 不是本心 而是 我們要願意去 去覺察 去探索他 這件事情 要告訴我們的訊息是什麼 那才會有真實的價值 所以 為什麼在 佛經啊 或一些經典裡面講 慈悲 慈是 帶給人家快樂 把喜悅帶出來 像一個 母親一樣嘛 去關心別人 去照顧別人 那悲耶 就是 接受痛苦 接受我們現在的 狀態 然後耶 去 去 尋找那個本質 然後 你就會感受到愛 你就會感受到 你能怎麼樣給出不同的 好 OK 那我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這邊 就祝福大家 在每一時每一刻 都可以活在愛 感恩跟喜悅當中 拜拜